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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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這就是年輕人的本錢 好不好 我們有的是什麼 熱血 馬上召集夥伴 剛好一個夥伴放假 我就跟他說要不要走 當天來回啊 沒這怕 來 各位看一下 這個點就是位於 苗栗頭糞的 廟祭宅古道 然後我剛剛問了一些長輩 他們也不知道這要怎麼發音 正確的發音是怎樣 畢竟我們從漢字 也沒辦法解讀 他的台語發音要怎麼發 也有可能不是台語 可能是三地話 所以有可能叫做 然後呢 這個點啊 會叫這個名稱呢 這個典故也是蠻 直白的 我只能這麼講 為什麼直白呢 來 這個高度180公分 寬度170公分的神秘隧道呢 完全沒有任何人造的建材 去把它撐著 完全是靠它岩壁本身去撐著 維持這個隧道的形狀 重點來了 這個石壁的周遭呢 有些些微的水流 這樣流出來 很像 尿尿的時候呢 這個尿從旁邊流出來的感覺 我就不太好意思 講得太直白了 好不好 這真的不是我亂講的 這是 人家考古的學家 人家新聞報導出來的 他說 有如女性的生殖器 小姐的感覺 故得此地名 這真的不能亂講 會被當地的罵死 所以就地名的解讀呢 就是見仁見之 我們自己去判斷一下 那你們看一下這張照片 這個洞真的是非常的古老 黃土的石壁 高度180公分呢 我進去可以說是剛剛好 寬度170公分其實也算寬 不過重點呢 在於說你穿過這個隧道之後呢 看到的是整個綠意盎然的 神秘場景啦 好不好 我只能這麼講呢 開過去的長度呢 199公里 開2小時 20分左右 今天上來車嘛 可能就抓個3小時 沒問題了好不好 我行的 等夥伴集合 就出發囉 終於來了 我們要趕快出發了 不要忘了 年輕人就是這樣子 那你剛剛問的那個台語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欸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啊 不知道是什麼 柳竹啊 還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是很了解 他那個字念前相 是誰要念沒錯 嗯 估計就相信是這樣的念 但是他有寫說很像那個 女性的生殖器官 尿尿的聲音什麼的 我就不知道怎麼講 等下講錯得罪一票的人 好啦先加個油 其實油價多少 23.8 差不多囉 欸95加滿 是蠻香的 我一直覺得汽油會很香 你不覺得每次汽車家 有這個錢都很誇張 是蠻誇張的 他在跳耶 真的跳 大哥跳了1000多才會停 幾公升耶 你的油錢很大喔 欸我今天加了51公升耶 52公升 53公升嘛 1266公升耶 欸對 這可以讓你的機車環島好幾圈 我加滿也才130公升 這一趟來回就要400公里耶 又再加一桶 你看這個風格實體的感覺 你看這個風格實體的感覺 在800公取處 靠右行下交通道 好 好啦各位我們雖然呢 把高速公路這段開完了 沙到山裡面去 還要再開20分鐘 啊 哇 那也送不到耶 喔 從這個開始看險的FU了 哇 欸那個很像城堡是什麼 很像那個耶 我才領古塔 我也是這麼覺得 這是一個純樸的地方耶 感覺很悠閒 對啊 對啊 對啊我還是先讓他們出來 這是比貿庭看廳 OK要買位好不好 剛剛講的不太一樣 欸真的有開始有FU了齁 對啊 哇我們兩個人 行不行啊 混耶 OK 變超小條的耶 哇 真的很小 路也太小 欸 不是要不要下去看一下 這可能要看一下耶 那個我看好過不了 OK嗎 直走嗎 哇我剛剛看我的輪胎是在 真的 大概要稍微全空一下 哇我們要繞上面一圈 欸這裡拍火車還蠻帥的耶 這個景很棒 欸這個景很棒耶 我還是先趕快到定點 感覺要用步行的囉 覺得怎麼樣 欸到了啦 就是這裡沒錯啊 好啦各位我們長途拔射喔 終於到了 欸蠻多人在賣的耶 欸都蠻貴的耶 哇一千多萬耶 好扯喔 這裡其實就是那個 永和山的自行車道的旁邊岔路啦 廟祭載路 欸原本那裡是到不了的耶 那裡原本是要走水路才可以過耶 然後原本裡面還有住二十多戶人家 交通不便大家都牽走了 民國七十年的時候才申請開闢道路 今天的任務就是要找出那個洞 那就是鮮明呢 以前他運送物資的時候都要走那裡 這裡真的蠻香香的 我們現在一路都走下坡 好啦我們現在來到這邊呢 時間大概是已經快五點半了 剛才一對家人吧 對 跟我們說裡面都是蜘蛛網 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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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我這個腳 小問題 小問題 在哪邊 這邊 感覺是走道 應該都是平面道路吧 對嘛其實這個古道 國家有規劃啦 應該不成什麼問題 他曾經應該也是有好好的用過 喔喔 你看也是在這邊啦 這不是我亂講的有沒有看到 這公家機關就是這麼寫的齁 他說他那個地形的形象很像女性生殖器 等一下阿民來看一下有沒有像 我是沒唱過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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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很快就到了 欸這寫很清澈欸 欸我車上有船欸有沒有 欸其實好像還蠻清澈的欸 我們大家回去的時候是走水路啊 你看這邊要經過那個洞裡面 OK 這是我看到的 第二塊第三塊牌子喔 他非常強調就是說 這個地名呢 就是 跟這有關係啦 好不好 第三次強調 直走嗎 還是要彎進去這個圖丟廟裡面 可是那裡看起來很像 好像有路喔 因為我剛剛看那個 他有寫說 經過什麼廟之後就要轉了 哇好大隻的螞蟻欸 這個 比對一下你看 有沒有看到 他快要跟我小拇指的半解一樣大了 欸我看到路欸 真的在那個 廟的旁邊有一個小路欸 然後往上走進去裡面 我覺得還是 還是得面對 雖然蚊子有點多 好啦走啦 喔 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啊 我真的覺得我不應該穿短塊 所以我應該先走 應該OK啦 應該OK啦 走走走走走 太臨時了啦 我都 不知道我下一步會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我今天只是想說去 整理一下我的車而已 就跑到苗裡來了 哇 他這個 古道是藏在廟的後面 然後就突然出現了古道欸 好扯喔 你們自己看 其實還不錯呢 現階段應該沒人整理了 洞出現了嗎 好像到了 到了嗎 唉唷 其實還滿陰涼的耶 感受一下 好陰涼喔 哇 滿原始的耶 真的很涼 而且很涼耶 然後蚊子很多耶 我死定了我 怎麼了 有一隻好像蟋蟀 喔我看到了很多啊 這邊路上都是耶 嗯 到處都是耶 喔這裡超多的啊你看 超帥的 欸你有看到嗎 有有有有有 什麼鬼啊 這給我照吧 好啦出洞口 我大概知道什麼意思了啦 等一下我再後退一點才看得清楚 就可能是你看 左邊右邊的岩石就比較像大腿 然後腳開開的感覺 就一個大概啊 他們到底是什麼聯想到那一區 很像立豐 然後古道的本體 真的有像古道 嗯 古道的我真的是 不是很想在碰我們你知道嗎 如果水量大的話是蠻適合來玩水的 欸唷 欸剛剛不錯耶 水量大真的蠻適合來玩的 上面還有一個洞 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吧 因為在走進去也是到山裡面而已啊 然後從山的另外一邊通出來 不如我們就 事事務者為俊傑 不過大家可以了解當時那種居民 你看喔 他們當時從山的另外一邊翻過來嘛 好不容易翻過來對不對 然後走走走走到這裡 然後從這個地方出去 就會到我們的市區了 但是他強調一點就是說 這也沒有人工的造物啦 地面也算蠻乾淨的 也沒什麼動物跟那種糞便 對也沒蝙蝠 也沒什麼蜘蛛王 蚊子就比較多啦 是這樣子 我統整一下啦 這個點呢 在那個土地公廟後面嘛 這原本是國家規劃的步道 一開始有先規劃步道 要通往裡面去 但是可能這個步道 就 實在有點短 實在有點短 沒什麼看頭 漸漸的沒有人來 然後荒廢掉 接進去的話也是接古道 然後到山裡面 這樣的古道可能也 沒有什麼吸引力 然後蚊子又多 重點是蚊子真的很多 就附近的可以來看一下 他住比較遠的 要自己斟酌 斟酌一下 對 我們剛剛是走 土地公廟嘛 土地公廟的後面 已經算是一個密道了耶 我覺得 因為他已經被樹擋住了 從那邊彎進來 其實很快就到了 很快一下子就到了 那我們現在走 政府規劃的步道 真的 哇 你看這蚊子 有沒有看到 超多的啦 很誇張 真的太多蚊子了 這裡 從這邊走是一條 然後剛剛走 那個土地公廟後面的 那個密道也是一條 這水稻田是還滿美的 我現在只要想到 我還要開三個小時回去 我就覺得很累 應該算 數一數二短的探險 還比較累 真的 回程一直爬上坡 好啦 都已經到這裡了 我們就去剛剛那個火車的地點 拍個火車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樣蹲在路邊 聽一下火車的聲音 欸 阿民我都不相信你 他這個十顆錶耶 我們等到一半說 嗯 火車應該等一下才會來吧 我們先去車上等 對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